生物公司在太空制造病毒武器 发生意外让地球生物感染 变异巨兽冲进城市肆意破坏 数百万人危在旦夕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部科幻动作电影 狂暴巨兽 乔治是一只得了白化病的黑猩猩 小时候他目睹了父母被偷猎者捕杀 好在动物保护者光头墙及时出现救下了他 从此乔治就跟着光头墙在动物保护区长大 而且聪明的乔治还学会了如何与光头墙交流 一天生物公司在外太空研究病毒武器的空间站 发生了意外三份病毒样本掉到了地球 一个被森林里的狼给吃了 一个被水里的鳄鱼吞了下去 最后一个掉在了动物保护区感染了乔治 第二天光头墙听说保护区里乔治打死了一只灰熊 光头墙赶到这里与乔治交流 发现他不是有意为之的 工作人员给乔治体检的时候发现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这时一个黑妹冲了进来 并准确说出了乔治的症状 原来这个黑妹曾经是生物公司的员工 这个病毒开发的项目他就是主要的参与者 黑妹告诉光头墙乔治感染的病毒正在变异 病毒会让乔治变得体型更大 更灵活且更具有攻击性 正说着乔治就开始发狂 破坏了笼子冲了出去 这把街上的人都吓坏了 好在光头墙的话乔治还能听进去一点 可突然来了一群军队的人用麻醉枪把乔治给打晕了 同时还把黑妹和光头墙一起抓了起来 一群人上了飞机准备交给政府处理 另一边生物公司因为想要回收病毒样本 所以派了一群雇佣兵去森林里捕捉那只变异的狼 可是没想到他们低估了变异巨狼的战斗力 直升机都被巨狼啃掉 雇佣兵们完全不是巨狼的对手 全军覆没 看到无法回收生物公司只能启动备用方案 那就是用特有频率的电波吸引变异巨兽 等巨兽们到达这里 公司就可以用一种药物消除巨兽的攻击性 并停止巨兽体型的增长 这样生物公司抓到巨兽还能大赚一笔 开启了电波发射器后 远方的巨狼立刻停止了破坏向城里赶去 同时水里的巨鳄也换了方向游往城里 在飞机上因为电波的原因 乔治也渐渐苏醒 醒后的乔治十分的暴躁 三下五出二就把飞机拆了 落地的乔治虽然是身受重伤 但还是被电波吸引向生物公司所在的城市 虽然飞机坠毁 但光头翔他们几个人还是幸运的活了下来 几个人来到军队 看到指挥官正打算用军队阻止乔治和巨狼进城 光头翔知道他们是在让人送死 而黑妹提出生物公司应该是有解药的 于是两人偷了一架飞机也赶往了生物公司 在空中光头翔看到乔治随手扔废装假车 而巨狼展开毛发防御子弹 还能发射毛发击穿直升机 水面体型更大的巨鳄钻出 瞬间就带走了一船人的性命 三个巨兽逐渐靠近生物公司 而在生物公司大楼里 光头翔赶到立马开始寻找解药 可刚找到解药 就被一个公司的女魔头发现 他开枪射了光头翔 还压着黑妹上了楼顶 企图逃走后让黑妹再次帮了做病毒 这时巨兽们已经来到生物公司大楼 乔治抓到女魔头 连着人带解药一起吃了下去 完后巨兽们开始破坏电波发射器 巨鳄爬上来的时候 弄得整个楼都坍塌了 废墟里爬出的光头翔看到乔治 尝试性的交流下 他发现乔治的理性又恢复了 但另外两个巨兽没有解药 没了电波的吸引巨兽们开始互相攻击 巨鳄扑向乔治 被乔治一下打飞 紧接着巨狼也扑了过来 乔治抓到巨狼将其扔出 没料到巨狼会飞 绕了个弯又回烂了 光头翔看局势不对 于是吸引巨狼扑向了巨鳄嘴里 吃了狼头的巨鳄追着乔治攻击 关键时刻 还是光头翔把炸弹扔进了鳄鱼塞里 炸得鳄鱼怒不可饿 就要吃掉光头翔 这时乔治拿着一根钢筋 插进巨鳄的眼睛 才解决了战斗 可事后乔治也躺下一动不动 任凭光头翔如何互换都没有反应 好吧 其实他是装死 这个星星居然还会开玩笑 最后在乔治与光头翔的斗乐中 影片结束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